好各位观众下午好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 涛说节目 我是主持人叶涛 大家好 我是Sara 今天的小乐老师呢 有事告假啊 由Sara呢 代替呢 跟小乐老师和大家一起在这里讨论各种话题 尤其是我们第一个小时呢 仍然是会把大量的时间呢 在讨论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发展 就在刚刚过去没多久啊 新西兰政府呢 关于这个新冠肺炎疫情呢 有了一个最新的变化 这个Sara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变化是什么好不好 好 就在刚刚今天下午 新西兰卫生部发布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面 讲到他们将会对旅行禁令做出一个更新 那可能之前有很多人在猜想啊 会不会对中国留学生做出豁免 但是很可惜 并没有 那这次的旅行禁令还增加了另外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就是伊朗 是我们都知道呢 最近几天啊 刚刚过去几天呢 伊朗包括韩国和日本 意大利这些国家的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 特别的迅猛 其中比较引人注意的两个国家啊 我认为是伊朗和韩国 韩国呢 似乎一夜之间的这个新冠肺炎病例啊 这个在昨天的这个一天之内啊 已经超过了中国的确诊病例啊 这个是相当令人这个感到吃惊的一个一个情形 那伊朗呢 它的这个问题在于呢 它的死亡率非常的高 这个有记录的显示呢 已经达到了10% 甚至更高的这么一种一种死亡率 包括伊朗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上的是伊朗的副总统啊 这个女士呢 也被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的这么一个情况 因此说呢 大家都在想啊 呃 我们前两天在节目中也讨论过 新西兰要对这样的情况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呢 我们今天像我看到的 的的确确呢是出现了一些的变化 对 其实卫生部长这个David Clark也讲到啊 说伊朗的疫情挺让人担忧的 因为觉得这个疫情的蔓延速度很快 而且疫情的规模和控制能力 他觉得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所以对这些来自伊朗的入境旅客 实施这种临时的旅行限制 包括比如说 除了新西兰的公民跟居民以外 来自伊朗的这些旅客呢 就不能来到新西兰 在这个禁令还生效的时候 是 还有呢 就是过去14天之内 如果去过伊朗的人都要自我隔离 另外呢 如果是新西兰的公民或永久居民 还是可以来啊 也是要进行自我隔离 这部分呢 是跟对中国的旅行禁令呢 是一个样子的 当然也有很多朋友会在谈论一个问题啊 说为什么是伊朗 为什么没有韩国啊 这个我们都知道 韩国的这个 现在的新冠肺炎疫情也非常的严重啊 这两天呢 韩国的总统文在寅 亲自坐证大秋 指挥抗疫 这么一个行动 但是韩国呢 仍然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 尤其是呢 我们今天听到有报道说呢 韩国出现了一些病人 因为等不到床位 而在家里 在等待的过程中 因为这个疫情加肿而死亡 那这样的例子呢 对于我们来讲呢 是觉得非常有震撼力的 很多人说啊 这不就是武汉当初发生的事情吗 对不对 的确是 所以很多人都在想啊 这个韩国的疫情的确也很可怕 所以为什么 新西兰政府在这一轮的 对外旅行禁令的时候 只有伊朗没有韩国呢 那其实这边有一个补充的信息 要告诉大家 就在刚刚这个卫生部的新闻发布会上 宣布呢 新西兰又出现了一例 新冠肺炎的疑似病例啊 就是大家听到这可能很多人 就会觉得有点紧张了 到底怎么回事呢 新西兰最近出发现了一个疑似病例 而这个病例呢 正是来自伊朗 正是来自伊朗啊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 这次的新西兰卫生部紧急啊 也算是一个非常紧急的状态 对伊朗这个国家呢 实施了旅行禁令 任何人除了 你是新西兰本国的公民居民 或者知悉亲属这样的情况之外呢 其他的人不能从伊朗来新西兰啊 就是现在最新的旅行禁令的情况 当然这个来自伊朗的这个case啊 就是这个疑似病例 最终的检查结果呢 还是在检查之中 我们新西兰这个国家 在这个疫情爆发到今天呢 还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例确诊病例 疑似呢 在此前呢 曾经好像有一次是有一个疑似病例 就是符合定义的 符合医学上定义 是符合新冠肺炎的医学上定义的疑似病例呢 后来被排除了 那今天呢 这个伊朗 这个来自伊朗的这个旅客 出现了这个疑似病例呢 也确实让很多人的心呢 又揪了起来 对 你知道这个世界真是神奇 事事真是难料 在过去的很长时间 大家都在担心来自中国的旅客啊 包括中国的这个留学生啊 在前两天又开始担心 是不是会有韩国的旅客啊 跑过来这个成为新西兰的疑似病例 甚至确诊病例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是远在 怎么说呢 这么远的伊朗 伊朗的人啊 来到了新西兰出现了这么个疑似病例 你知道伊朗和新西兰之间的人员往来啊 我理解应该是不会很多的 跟中国和韩国相比 对 韩国可能肯定更多一些 肯定更多啊 但是好巧不巧 你敢 这个就是伊朗一个游客呢 出现了这个疑似病例的症状 你知道卫生部门啊 新西兰卫生部门啊 对于这个疑似病例的认定呢 按说来讲啊 它是会非常严谨的 对 也就是说 它必须会觉得 你在这个医学上 非常有可能是这种疾病 它才会把你归到疑似病例 不是说你今天发个烧啊 咳嗽啊 不舒服啊 发热啊 就会把你归到疑似病例 所以呢 现在大家都在等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讲啊 这个靴子迟早要落下来 真的是好像不管是新西兰总理 还是卫生部长 还是我们身边的民众吧 都觉得新西兰能撑到现在 完全靠运气 今天我们在做新闻的时候 好像现在已经有多少国家 全球 48个 48个国家已经出现了这个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 而新西兰到现在还没有被包括进去 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远在南平南太平洋下面的一个小的岛国 但是可能这一天也许很快就会到来 我希望这个所有的听众和观众啊 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靴子掉下来了 可能反而会 心情可能反而会 反正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前一段的焦虑可能减少 但我觉得会引起新一轮更大的焦虑吧 当然这个围绕这个旅客 它的旅行 到底有没有多少亲密的接触者啊 其他的周围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 这些信息呢 可能慢慢的都会浮现出来 那我觉得这个是新西兰政府 这次把伊朗列为旅行禁令国家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出现了一个疑似病例 就是看到了直接的风险 看到直接的风险 当然此外呢 卫生部长也讲到呢 确实呢 对伊朗这样的国家呢 外界呢 存在一些的质疑 就是认为这个国家现在处于一个 相对来说 可能卫生条件不是那么良好 控制起来不是那么严密的一个状态 我们这个有关这样的信息呢 其实挺多的啊 包括这个伊朗 那目前呢 也没有任何封城的做法 伊朗的国家呢 在很多年 这么多年以来呢 都是受到了国际的经济的制裁和禁运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会非常的非常的小心和谨慎 不去使用 不去贸然使用封城这样的措施 这是不是还是出于一种 不了解跟不信任呢 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的 对于你不了解的国家 不了解的情况 不信任的人 不信任的国家呢 你多多少少会有一种 我们经常所说的那种刻板印象也好啊 或者说是偏见也好啊 甚至往严重来说就是歧视也好啊 这是一种 我觉得是一种挺典型的现象啊 那基于这样的原因 我们现在新西兰对伊朗呢 采取了一个旅行禁令 说到这两天啊 这个全全世界的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呢 其实挺快的 对 我们看到了很多不好的消息啊 包括这个日本啊 已经全国停课了 法国呢出现了确诊的病例 已经达到了38例 已经有38例 然后周四当天的新增20个确诊病例 这种状态呢 我们发现啊 就是已经越来越验证一点 就是这一个新冠肺炎的疾病呢 事实上已经是没有办法控制了 事实上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了 现在呢就是当这个疫情在各个国家诞生之后呢 要靠当地的防疫部门 是不是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 让这个疫情的能够压制下去 不至于让它形成一个全球性的大传播 可能就是因为它的地域真的是宽泛了好多啊 有一点这种全球性蔓延的趋势 最近包括股票金融市场的反应 包括各个国家的反应 都让人觉得跟之前疫情 只在中国境内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级别 是包括你看韩国一天确诊505例啊 这个已经超过了当天中国433例的这么一个确诊数 今天我还看到一篇文章说这个哈佛大学的一个学者 他预测啊 这是个流行病学的教授利普希奇啊 他预测一年内全球恐怕最多有70%的人口感染 最少也有40%的人口感染 我天啊 真的吗 我们真的不希望这个教授 我也不知道这个教授的学位怎么得来的啊 我只是希望他这个学位呢 真是胡乱得来的啊 这个当然他说呢 这个绝大部分的情况呢 都会是一种轻症甚至无症状的状态 有点类似于流感的这样的情况 但即便如此 如果按照全球人口 大概现在有七十四五亿吧 你40%的话有30多亿人 40多亿人要感染 70%的话有50多亿人要感染 我们这个确实是这个世界会面临这么一个严重的情况 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说 一种假说 他这个情况究竟会如何呢 我们还是要继续观察 随着这个疫情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传播呢 我们忽然发现呢 其实面对这样一个疫情啊 很多国家在突如其来的情况下呢 都没有处理的非常的好 我觉得这个包括日本 钻石公主号 包括韩国 大秋的一个教会 以及一座医院突发起来的传播之后呢 似乎政府也没有做得非常好 意大利政府 他现在已经承认在最开始处理所谓的零号病的时候呢 没有做得很好 伊朗可能受到的质疑就更多 相对来说呢 做得比较好的可能也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的这个防疫工作呢 他有自己独特的一方面 澳洲我觉得做得也还OK啊 这个虽然这个我们澳洲这样的国家 包括新西兰 它是有一些天时的优势 气候的关系 所以说呢 我想说一点什么呢 就是有的时候呢 我们在反思中国面对这个疫情的处理的状况的时候呢 随着这个疫情在全世界的传播 其实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对照 这个不是说好像要比谁好谁不好 我们在一直在强调的一点 就是这个疫情在武汉刚刚爆发的前期 有很多东西需要去反思 需要去总结 但是随着疫情的传播展开之后 我们其实看到 在很多国家在最开始的处理的时候呢 也是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困境 也就是说很多国家也未必做得很好 我觉得是跟这个病毒的特性有关 肯定在面临一个以前从来没听过 也没处理过这样的病毒 一定会出现很多很多措手不及的事吧 然后在民众的恐慌的这种冲击下 在这种未知的零号一号病人的感染的这种轨迹当中 我觉得一定会出现医疗资源短缺 然后大家都在争抢医疗资源 包括口罩其实也是一种医疗资源 现在新西兰也已经很久都买不到口罩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说 我是准备好了的 我绝对可以有信心怎么怎么样 大家其实都是事后去进行一定的补救措施 最后也是看谁运气好 好的 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第一段就说到这儿 欢迎回到节目中来 刚才讲了一个全球最新疫情的发展 随着这两天的变化 大家的目光都已经放到全球其他国家的疫情 这个中国的疫情是一个稳步下降的情况 进入了一个开始总结经验教训 逐渐开始进入这个阶段 是的 从防疫的角度来讲 湖北以外的其他地区 应该说已经达到了非常明显的效果 但是还好像没宣布拐点这件事 拐点是可能 大家特别在乎 大家非常的小心 现在还是非常的小心 我今天看到好像有一种说法 就是什么时候拐点真正到了 可能就是要等国家宣布 什么时候中小学可以重新开始上课了 对 包括还有朋友开玩笑说 我们看北京 北京什么时候开两会 就可能这个事情 真的是拐点到了 没有问题了 安全了 在此之前呢 大家还是要小心一些吧 但与此同时呢 有关这次疫情所反映的一些问题的反思呢 已经开始展开了 前两天我们 就是昨天吧 我们讲到了这个财经杂志采访的一位专家 就是第二批去武汉的专家的一个说法 引发了人们对于当初这个疫情最开始 没有被第一时间拿出来公知 与众到底责任在谁身上的讨论 到底是这个中央区的疾控中心的专家呢 还是这个武汉的当地的官员 或者当地卫健员的这个官员呢 我最后的结论就是 可能大家都要一起承担责任 因为无论是哪一方面 在这一件事情呢 可能都会是失职的 那我还是保持这样的一个判断 不知道这个Sara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那肯定是这样了 如果说是这样一组人一起去处理这样一件事情 那现在的结果 现在的数字 现在的这些所有的病例 所有的情况 其实都可以表达这个观点 是我们都知道1月23号武汉封城啊 但是如果说他能够早个五天早个十天封城啊 我觉得可能这个情况会发生特别大的不一样 我们都知道呢 那个时候刚好是春饮前的高峰期啊 很多人在这段时间离开了武汉 当然呢我们昨天还看到 就是我们非常尊重的这个钟南山院士呢 昨天呢也是在广东啊 开了一场发布会 钟院士呢 我们都知道啊 大家非常相信这个人啊 同时呢相信他的专业精神 相信他的职业操守等等等等啊 他本人呢 其实现在主要是在广东 因为他是广东方面的专家 他开的这个发布会呢 往往比比起一般的发布会而言呢 会有一些些所谓的干货 那就是大家觉得啊 这个听上去觉得可以拿出来讨论 或者咀嚼一番的东西 对 钟院士的这一次最近的发布会呢 我总结了一下 有三个内容是比较重要的 第一个呢 他是说到了拐点啊 他判断拐点可能在四月份 四月底 对 他是这么说的 这个是钟院士的说法 当然在这次疫情的发展过程中 钟院士曾经把这个拐点这件事呢 他改口了好几次 对 从最开始的两周啊 是元宵节啊 后来到两周 后来到了这个今天的四月份 虽然他改口很多次 但是钟院士呢 在中国民众中呢 还是有相当大的公信力 对 虽然已经有一些人开始质疑他了啊 但是普遍意义上来讲呢 钟南生院士呢 还是有相当大的公信力 所以他说次呢 这次呢 说是四月底啊 大家都非常高兴 这个期待 就是也没什么更好的人 可以相信吧 可能是这么说啊 期待钟院士这次没有说错 第二次第二个比较重要的 他讲到的点呢 是说哎 这个病毒呢 有可能不是中国发生的 中国出来的 他说这个病毒是在中国爆发的 但是不一定是中国首先发生的啊 这一点呢 也在互联网上引起了很多讨论 很多人你看就 你看这个可能这次武汉 是不是从一个 大家以前意义上的 所谓向外传播的这么一个地点 有点点加害者的味道 对不对 今天变成了一个 哎 搞不好武汉也是受害者 这样一个一个讨论 在这个阶段很难说的 是 我觉得钟南山的院士的 其实是什么呢 他并不是告诉所有人 哎 我今天就确定了啊 这个医学上 或者说科学上已经证明了 武汉病不是这个事情的源头 而是呢 他从科学的角度来告诉大家呢 现在并没有办法来确定 武汉是这个事件的 唯一的源头啊 这个包括最近的时间 围绕这个事情的 一些科学的 一些论文也好啊 或者一些发现也好 其实挺多的 包括我今天看到一篇 一篇的说法呢 就是说可能 比较有可能的就是一种 叫做马来西亚穿山甲 它身上的这个病毒 和现在的新冠肺炎病毒的吻合率 达到97%还是98%这么高 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这种 哎 马来西亚穿山甲的这个病毒 这个病毒呢 跟着这个穿山甲从海外走私 或者说运输到了中国 来到了武汉之后呢 发生了变异 然后在原地进行一个 比较重的这个爆发的这么一个情况 这也是一种可能性 可是我觉得在这种人类当中的疾病 你要从最初人穿人的这个时间点来判断 哪里是源头 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 是 因为如果你这样讲的话 其实世界上很多病毒都是从非洲啊 或者是从这些原始雨林啊 冰层啊 下面去发现的 那大家其实就都不是源头了 是 你所说呢 那就是从人穿人的角度啊 但是这个病毒专家 或者说从流行病学的研究的这个角度来看呢 他们需要判断出这个病毒最最早的宿主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啊 就是我觉得中南山院室 昨天在发布会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但是第三个啊 我觉得是这个发布会的精髓 他讲到什么呢 中南山院室告诉大家 一个让大家觉得有一些些 无奈的一个事实 就是他告诉大家 在中国疾控中心的地位太低了啊 说到这个疾控中心 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啊 在第二批去武汉的专家的那些专家 大部分都是疾控中心安排的 或者说疾控中心邀请的 全国的呼吸科和传染科的专家和权威 我们在整个事件中呢 虽然我们昨天 尤其是我本人吧 对于专家在武汉的不作为 其实是有一些愤怒的 比如说我说你为什么不去这些地方的这个医院去看 既然你都有质疑了 很多专家回来就说 其实我当初就怀疑了 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提出了一些什么质疑啊之类的 那你为什么不去一个 进行一个深度的挖掘 深度的一些报告呢 中南上认识的这个发布会这番话呢 其实一定程度上就是跟大家解释 其实在中国疾控中心的地位是非常低的 就是我们所讲的CDC 在这个新冠肺炎爆发到今天呢 有一个人物呢 其实是大概从肺炎爆发 疫情爆发后没多久开始呢 就是一个反面人物 对 对大家都在骂 大家都在骂他 就是这个Sara把这个照片找出来啊 就是高福啊 中国疾控中心的主任 对于这个高福 这种负面的形象啊 已经非常的深刻了 甚至很多人呢 抓住他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呢 他是学兽医的 他的本科是学兽医的 但是他后来学的很多东西呢 其实跟这个流传病是有关的啊 但是很多人认为你看 你找了一个学兽医的 来做疾控中心主任 包括呢 高福呢 最早的时候呢 曾经说过什么 人不传人的问题啊 也是很多人在说他啊 你看你这个高福 你是不是有问题 再一个呢 高福呢 曾经发表过一篇论文 也是在这个疫情发展 那一阶段 大家发现 原来他在世界著名的杂志上 发表过论文 论文指出呢 一月初啊 这个专家小组 已经认为是这个事情 有人传人的巨大的可能性 但很多人说啊 你专家你一月初 你就知道是人传人了 你居然没有告诉所有老百姓 没有告诉民众 而忙着去写论文 是不是这里面又意味着 你这个高福为了写论文 罔顾我们民众的生命安全 这些质疑当时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Sara你知道 后来到了一定 一定的时候呢 甚至传出了有关于什么 高福被双规了 高福被处理了 似乎大家都要把一腔的怒火呢 发泄到这个高福 这个专家身上 坦白说很长一段时间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觉得是fair enough 是有道理 我觉得是这么认为的 就是我会觉得 哇你作为一个极婚中心的主任 你没有做到 你还配合政府去说什么 人不传人啊 或者是怎样 包括这个北大的 王广发 王广发王医生 这王医生呢 也是一个专家 他当时说的最著名的四个字 就是可防可控 因为这四个字呢 北大的王广发呢 这个医生呢 也是被很多人认为是不称职的 那王广发最近一段时间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也为自己叫去 他怎么叫去的呢 他说从我当时看到的这个记录 或者说武汉当地的医院也好 卫健网给我汇报上来的情况来看呢 他觉得这个病就是可防可控的 那他的意思 言下之意 可能就是我当时没有接触到 更多更详细的 有关这个病情的实际的资料 当时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 就是问题并不出在他呢 那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 那今天这个钟南山院士 昨天在这个新闻通计会上 他说的呢 他指出这次疫情 当然暴露出很多问题 我们这个前两天 这间的节目一直在讲 但是一个 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在中国疾控中心的地位太低了 疾控中心呢 他只是一个技术部门 他能够做到的 就是从技术上 对一个疫情做出判断 或者说反映给职能部门 但是他没有任何行政上的权利 这种行政上的权利的缺失呢 导致他哪怕这些专家 他们认为这个疫情已经很严重了 他都不能够 比如说疾控中心现在开个新闻发布会 高福坐中间 网广发坐这边 钟南山坐那边 然后大家说 今天这个疫情爆发了 他没有这个权限 他做不到 我觉得的确是跟至少 比如说美国的疾控中心相比 就存在着很多的不同 是 然后这个 后来当然这个事情爆发了之后 疾控中心呢 还是请出了一些原来的专家 他的创立人啊 这个王立明教授呢 出来主持大局啊 但是王 王教 李立明教授对不起 那李立明教授呢 也是说啊 他说呢 疾控中心其实在中国的权限非常的有限 他既没有处方权 也没有命令权 他所能够做的呢 就是配合上级指令 做好疾病的防控 在实验室里做文章 然后呢 如果疾病控制住了 大家都觉得前线医生做的好 如果疾病没有控制住呢 所有人都在埋怨中国的疾控中心 是不是有问题 同时呢 他希望呢 中国的疾控中心呢 能够有一个改革 然后希望中国疾控中心呢 能够将来能够拥有一个什么样的权限呢 他能够直属国务院管辖 也就是直接属于中国国务院管辖 而不是像现在 现在呢 疾控中心是国家卫生部的直属事业单位 属于卫生部 也就是说他发现了任何问题 他觉得这个问题已经严重了 他都没有权利来开发部会 只能够上报给行政部门 用行政部门来决定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就存在了一些可能行政部门的效率问题呀 或者说行政部门是不是有他自己的考量的问题呀 导致最后疾控中心的这些专家 他没有办法直接的向全社会表达自己的观点 甚至有的时候只能够通过微信群 可能这就是李文亮医生 当然李文亮他本身不是个疾控中心的专家 但是我只是在这里想象 今天哪怕今天有一个疾控中心的专家 他非常非常明确这个事情就已经人传人了 但是他都没有权利站出来跟所有人说 这个病已经成为一个流行病了 可是如果把疾控中心真的变成了地位提高很多 权力很多 他们在面临这样的疫情的情况下 就真的能直接出来开新闻发布会吗 如果说他被授予这样的权限的话 他就是可以的 当然这个问题不是说那么的简单 这个可能要进一步的去调查 0025这个朋友说 韩国第一例新冠是一名军人 他完全没有和中国有任何的接触 请问叶主编和莎拉有没有什么看法 莎拉你什么看法 现在很多的猜想 就是他并不是所谓的零号病人 可能只是一号病人 就是这个传说中的B 是 当然这个0025这个朋友 如果说最后的流行病学的调查 确定他就是第一个病人 而且他没有跟中国有任何接触 那当然合理的推论就是 他的病不是中国传给他的 他是在原地发病的 但是所有这些呢 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讲呢 包括伊朗 伊朗其实最开始的那个病人 到目前为止呢 似乎好像也没有找到 和中国的直接的关系 那也是意大利 意大利这个零号病人呢 据说他和中国的人有接触 但是中国这位人士呢 最后查出来他没有感染 所以说这些呢 都是要流行病学 慢慢去做出一个结论的 从现在的角度来讲 你说 我觉得这次新冠疫情 就是最大的威胁 就是出现了很多 所谓的无症状感染者 那他们可能就是这些 真正的零号病人 但人家根本不是病人 莎拉说出了点就在于 比如说这个韩国军人 曾经他和一个无症状的 韩国的民众接触过 那这个韩国民众 完全不知道他有病 那这个韩国的民众呢 是不是在什么场合 跟一个中国 或者说什么地方 过去的病人接触过 那中间这个链条就断了 因为出现无症状的 这个情况呢 这个链条就断了 你就没有办法去做判断 对不对 叶主编你没有听过 伤寒玛丽 没有 就是在美国之前 有很大规模的 伤寒病的爆发 然后有一位所谓的 叫马丽的这位女士 他为什么闻名呢 他就是一个特别著名的 无症状感染者 他是一个厨师 当时有很多富有的家庭 就雇他到家里去做饭 是在什么时候 这个大概是 大概在19世纪末 就是伤寒大流行的时候 对 然后很多人 他们按理来讲 当时的人们都觉得 只有在那种生活在脏乱差的 那些平民区的人 才会比较容易得上伤寒 但是这些富人家就开始出现 一家子人都开始出现伤寒 慢慢大家就开始怀疑 是不是这个出尸的问题 就发现他以前供职过的 很多家庭都出现了伤寒爆发的问题 他这个人一辈子 都是跟伤寒共存亡的 就共存的 他就没有出现过任何症状 我觉得可能这次新冠疫情 跟那个有点类似 有点类似 但是这次新冠肺炎的疫情 一个比较大的特点 就出现了很多轻微症状 和无症状的传播者 这个才是这个疾病会造成 大流行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如果每一个人都是重症 或者非常明显症状的话 这个疾病就没有那么容易流行 因为非常容易被察觉 对 7556这位朋友说 韩国打破中国大陆确诊数字 看着这个数字结果 就会联想到谁爆的才是真数字 这位朋友说 现在这个世界看似真又假 假的爆的又变真 无可否认病毒是超级感染力强 之前的邮轮事件 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他还说 其实大伙心里都有数 钟南山就是个维稳疫情的播音器 这个是7556这位朋友的观点 他老人家喜欢改口当家常 哪句真哪句假 只有他老人家才知道 就是7556这位朋友的观点 我们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来 好的 好欢迎回到节目中来 最后的一个时段 我们想今天就不再说新冠肺炎疫情了 终于从这个疫情爆发到今天 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 每天第一小时都在说新冠肺炎的疫情 对 世界这个怎么说呢 总是要往前走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尽量 还是慢慢的让我们这个节目的正常化 希望这个正常化能够正常下去 不要随着这个疫情的爆发 而再变回来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希望 所以我们今天 花一点点时间讲另外一个话题 美国大选 美国大选的民主党初选 已经完成了三个州的初选 那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有一点点 我觉得并不出乎我的意料 Bernie Sanders 这个所谓的可能是全美国最社会主义的 最左派的那个可派的左爱 左派老头呢 他到目前为止呢 是在民主党的初选中呢 占据了一个比较明显的领先的地位 对 是的 那Bernie Sanders呢 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老头啊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人物是怎么看的啊 今年呢是美国大选 所以呢 我觉得呢 我们慢慢的把这个话题啊 把这个关注点放在美国民主党的初选 包括接下来这个 当然共和党毫无疑问啊 这个几乎都没什么悬念 一定会是这个特朗普 争取连任 那到时候呢 如果说是Bernie Sanders 出来跟这个特朗普对决的话呢 这个真的有意思了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都知道特朗普呢 是一个共和党人 而且他是一个反建制的共和党人 而且他还是一个非常极端的 右翼的共和党人 而Bernie Sanders呢 告诉他巧了啊 告诉大家巧了 他是一个反建制的民主党人 而且是一个非常极端的 非常左的民主党人 你看 呃 一个政治光谱的两边出来了 对吧 这个世界真的越来越极端 而且都是反建制 什么叫反建制呢 就是这两个人都不被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建制派 或者说所谓的最核心的力量所接受 嗯 都不喜欢这两个人 他们的核心力量都不喜欢这两个人 但是你看四年前 特朗普 四年之后 桑德斯要出来挑战特朗普的这一个地位啊 这个真的是 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这个Sara 你对这个Bernie Sanders这个人有了解吗 嗯 其实我还挺喜欢他的 为什么 这是不是有点暴露了我的政治倾向 没有 你说说看 喜欢 有的时候个人喜欢他 不不 并不见得是这个政治倾向的选择 对 就比较喜欢这个人吧 因为他真的挺可爱的 怎么可爱 属于那种非常理想化的这样的人物 是 然后他的很多政治主张 我觉得都很有道理啊 比如说 像什么免费医疗 对吧 嗯 这其实就是新西兰一直在实施的呀 全民医保嘛 这个美国关于这个医保 这个是当初奥巴马搞一个奥巴马Care啊 这个最后搞的鸡飞狗跳 那最后特朗普把他给全废 这次桑德斯呢 他可能比奥巴马Care更进一步 要搞全民的免费的医保 就是取代这个私营企业的这个医疗保险啊 这是一方面 其实桑德斯你知道 他是一个很老牌的政客 他年纪也很大了 对 今年已经78了 对 如果他当选的话 是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 对 其实他是跟比如说乔治华盛顿 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那你知道他在大概30年前的政治理念 跟现在没有任何区别 他就一直这么讲的 他就一直在要这个 就比如说这个刚刚讲到的医保 他就一直在说这个 我是很敬佩这种 认定了一个观点 然后这么多年 他都一直是这个观点的人 我觉得这样的人 是值得尊敬的 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那种性格 反正我就是非常坚持自己所想 为什么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 感觉就不太一样 为什么 就好像就不像好话 没有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理想化 是现代的政治人物 一个非常难得的品质 当然你可以说特朗普也很理想化 他有他自己的一些 一些政治 非常坚定的政治观点 不愿意改的这些政治观点 那Bernie Sanders 他非常可爱的一点就在这里 他那么多年都坚持 非常左翼的思想 刚才Sara讲到的全民医保 另外还有就是Bernie Sanders 提出要取消 现在美国1.5万亿美元的学生贷款 就是现在美国人 欠了好多学生贷款 还不起 很多学生在大学毕业之后 他身上的贝的债 我们知道新西亚有学生贷款问题 对不对 他跟美国学生相比 这个新西兰的学生贷款 真的是小屋 建好大好大一个屋 就是他的实在太多 很多美国年轻人 都因为这个所谓学生贷款 就是背着沉重的包袱 Bernie Sanders厉害了 他说他上台大手一挥 免了 免了 公立大学学费全免 大家新西兰的朋友 是不是听了觉得挺熟悉 工党政府在上台之后 新西兰推出了大学 第一年学费免费的政策 我们这个Bernie Sanders老哥 更厉害 大手一挥 免了 这个所有大学都免费上 非常非常左派的观点 非常非常左翼的观点 此外呢 Bernie Sanders还提出 现在美国的能源体系有问题 用了烧了太多的石油 烧了太多的煤 他大手一挥 十年之内 把美国能源体系全部改造了 变成全部是属于再生能源 这就是Bernie Sanders的一系列政策 他的这些政策 我们都知道民主党是左的 对不对 但是他的这些政策 即便在民主党人看起来都太左了 正好跟特朗普一样 就是特朗普在很多共和党眼里 眼里看起来都太右 都属于反叛 比如说特朗普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建墙 特朗普要驱逐非法移民 特朗普最近出台一个新的政策 就是禁止所有在美国能够 所有在美国领取过 major benefit 就是主要福利的人 他不允许你将来申请绿卡 这就是非常非常右的一些观点 包括特朗普发起了对中国的贸易战 这些都是挺右的一些做法 这个贸易壁垒之类的 但是Bernie Sanders你看 因为你要你做初一我做事物 你要这样我就给你搞那样 他的这一系列的想法 就是从新西兰的角度来讲 就有很多新西兰评论在听 就是他不知道比加西兰的要左多少 顺便把绿党的一些观点也挖进来 这就是现在的Bernie Sanders 那这个大家奇了怪了 说为什么说Bernie Sanders 这样一个那么左的人 能够在今天的美国政坛里 有这么重要的地位 甚至很有可能将会在 今年的大选的时候 直接去挑战特朗普呢 美国人民到底是怎么想的 或者说美国那些民主党 到底是怎么想 他为什么会在前三个州 拿下这么大的优势呢 为什么呢 大家可能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为什么那么多人判断Bernie Sanders 这次有机会去跟特朗普 直接挑战呢 我觉得这里面啊 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就是制度上的原因 为什么说大家这次 比较看好Bernie Sanders 我告诉你今年美国民主党的初选呢 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 对 他有了一个制度上的变化 民主党的初选和这个共和党的初选 比较类似啊 他都是在初选的时候呢 召开一个全国党代表大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纸牌屋 有看过纸牌屋吗 有纸牌屋这个Underwood 沐夏先生 他就是民主党 被设定为民主党的 当然这个Underwood和这个Bernie Sanders 完全是不是一种人了 当然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初选大会啊 在这里投票 最后选出一个候选人 直接去选总统 那现实情况就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在今年之前的民主党初选的 这个里面呢 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 这个制度呢叫做 所谓的超级候选人制度 超级候选人制度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每个州 超级投票人制度啊 就是每个州都会 这个比如说压华州啊 刚才结束的新汉布尔什州啊 这些州 所有的州来推选出了一些选举人 然后你Bernie Sanders拿多少票 那个拿多少票 这里有一个要给大家讲一下 就比如说你现在在 在压华州好了啊 Bernie Sanders拿了多少票啊 这个其他的候选人拿了多少票 那会不会在最后投票那一刻 Bernie Sanders拿一些票 那些人不投他呢 这个一般都不会 在最后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呢 所有那些代表 各个州出来的代表 基本都会按照在 在此前本周初选的时候 投票结果来投出这个票 就你先假设这些人都不会叛变啊 是这样的情况 那个到了全国代表的话 大家点一点谁的票多 谁就获胜 所以说基本上 在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 大家都知道 谁将代表民主党初选 出战这个总统候选人 也就是说呢 为什么说超级星期二这么重要 超级星期二 这个Baddleway提一下啊 就是下个星期二 下个星期二 美国当地时间下个星期二 超级星期二 因为很多州都在 在同一天来开票 来这个决定自己的候选人 我们刚才讲 制度的那个区别是什么 在此前美国的民主党出现 有个制度叫做 超级投票人制度 这些超级投票人呢 是跟那些从州里面 选出来那个票 没关系的 这些人呢 都是民主党的一些精英 我们刚才讲 建制派人士 都是那些人 那些人呢 按照原来民主党 这个初选的规则呢 他们在这个民主党 全国大会的时候 他有15%的投票权 也就是说呢 有可能存在一种状态 就是某一个人 在这个底下的州 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但是到了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呢 因为这些超级投票人的存在 你就变得 他们的票 如果说他们的票 就非常有倾向性的话呢 你就 你就变成 你在底下的那个基层上 获得的选票 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个是找到的资料 在2016年的 民主党内初选的时候 当时是 希拉里 希拉里 克林顿 都知道 希拉里克林顿 和最后就是 也是对决 伯尼桑德斯 差不多就是希拉里 对桑德斯 结果在这个 最后的投票中呢 在这个所谓的超级投票人 或者超级代表里面 有500票 投给了希拉里 桑德斯只有50票 对 也就是说 这是巨大的差距 在这个差距的基础上 桑德斯要在 当时的民主党初选 他赢过希拉里 基本上就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很难很难完成的任务 他必须在基层 获得非常大的支持 才能做到 对不对 好巧不巧 今年民主党初选的制度 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今年的民主党初选的制度 就是在第一轮投票的时候呢 超级代表不能参加 由基层代表先投票 只有在基层代表的第一轮投票 没有任何一个人超过50% 获胜的情况下呢 你才能够让这些超级投票人 去投票 那这样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也就是如果桑德斯 在民主党各个州的初选之后 拿到的选票加一加 当然这个有很多候选人 有那么多候选人 是不是 他仍然存在 他没有过50%的可能性 假设我随便说有1000票 他如果拿不到501票 不就是没有过50% 其他人在挂分 对不对 但是按照现在 Bernie Sanders的这种镜头啊 他搞不好还真能够 在第一轮救过50% 那如果他在第一轮 救过50%的话 那是不是这些超级代表 就没有意思了 没有意义了 所以他直接就成为民主党 自然的这个最后的 民主党初选的候选人 这是不是在制度上 似乎这个选举制度啊 就有一点点为 这个桑德斯量身定做的意思 有点大众跟精英的对决 就是大众和精英的味道了 对不对 那即便 这个当时第一轮 他没有过50% 那第二轮的时候呢 有其他超级代表 这个进入投票 那可能剩下的候选人 也未见的是 超级代表所喜欢的 这会就会分票了 对 那如果说第一轮 超级代表就能投票的话 我相信啊 按照现在美国 这个民主党的情况呢 可能就是拜登 因为拜登是 相对于 Bernie Sanders和 Elizabeth Warren这些人来比呢 他是一个更加建制的 民主党候选人 他更加靠中间 很多人觉得 他在这个中间选民那边 更加有市场 但是拜登现在的情况 可不是很妙啊 现在拜登落后 Bernie Sanders在三个州之后 拿到45票 第二名是个后起之秀 这个是一个很年轻的州长 基本上是陪跑的 我觉得他是陪跑的 第三名就是拜登 拜登呢 他现在就15票 也就是说 如果最后拜登进不了 进不到第二轮的时候 你其实超级代表也没有用 这就在制度上 让Bernie Sanders出现 成为一种可能 那我刚才讲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Bernie Sanders这个人啊 他反映了太多美国左翼的 尤其是中下层的 基层的劳动人民的呼声 也就是当这个时候啊 他这个观点越左 他得到的支持越多 对 就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取消 啪 一下子把那么多 学生贷款都给抹掉了 可能作为右翼选民 和中间选民来看 哇 你开什么玩笑 这都是这些人欠国家的钱啊 你怎么可以啪 一下就抹掉了 对不对 你印钱的吗 Bernie Sanders说 他这个政策在学生中 在年轻人中大受欢迎 其实真的是因为 他有很多年轻人出来投票 是不是 这都是以前没有做到 很多年轻人以前不投票 现在出来投票 再有就比如说全民医保 这个奥巴马医保 奥巴马care当时被骂到 这个尤其是 又一旧不要讲 很多中党就觉得 相同于就是我 我掏钱给全民看病了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一种做法 Bernie Sanders你看 全民医保 美国这么一个富裕的国家 我们都知道美国啊 无论现在当然这个 美国关于美国 是不是一个最好的国家 之类的争论 很多很多啊 不想介入 但是呢 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 美国都算是一个 比较发达的国家 但是美国的医疗制度呢 可以说啊 我们新西兰个人 可以挺起奥敢说 什么呀 这算 这是美国的医疗制度 非常的可怕 在美国 你除非就是有你的公司 你是个很高的收入 公司帮你去买医保的 普通人如果是没有参加商业保险的话 真的是会出现没有钱去看病 没有钱去付医疗费的 非常窘迫的情况 对的确是的 是吧 当然可能有些人说 美国不是一个什么 就是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啊 这个有 你不能够看人死掉啊 之类的对不对 我告诉大家如果是急诊 或者突发情况的话 医院会救 但是如果是一个慢性病 比如说是癌症 或者是肾病 或者其他肝病慢性病的话 如果是穷人的话 他在美国真的就是 没有办法看病 我有关新冠肺炎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报道 说有一个美国人 从中国回去 他自己觉得不舒服 他觉得他自己 很负责任的去医院做检查 做核酸测试啊之类的 结果呢最后测试 他是阴性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感冒 但是他收到了 三千多美金的账单 他当时就非常愤怒 他说我这是为社会负责 结果呢 我可以带在家里不去啊 那我就给国家 再带来很大的风险 对不对 结果呢他收到了 三千多美金的账单 正是因为现在美国 跟世界其他国家一样 其他地方一样 越来越急章化 对不对 所以特朗普有多受欢迎 可能桑德斯在那一头 就会有多受欢迎 的确是的 其实桑德斯就是反贫富差距 他最讨厌的就是那些 Millionaires Billionaires 那些所谓的华尔街的 这些精英们 那其实像医疗制度 也是因为有很多 制药的巨头啊 这些在把持着 这些医疗的利润 当然这个关于Bernie Sanders 这个人物啊 这个不是我们今天 短短的一些一点点时间 就可以给大家聊聊的 触及任何皮毛的 我们只是在 现在只是才给大家讲一个 非常简单 有关Bernie Sanders的一些情况 我是希望啊 到了下周三 就是这个 所谓的超级二 星期二选举之后呢 初选之后呢 我们看看情况 接下来如果有机会的话呢 我们可能在这个 淘宇书节目中呢 给大家好好聊聊 这个可爱的小老头 他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 他自己所谓的 他自己所谓的那种 叫做民主社会主义 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东西啊 民主社会主义 现在社会主义 这个词已经很少听到了啊 民主社会主义 好的 我们今天第一段就到这 稍后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